韩王妃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冒用先皇之物 来人 将韩王妃身上那件衣服脱下 仗则一摆 即刻行刑 对 来人 绝不能让谢妖穿着这样的衣服招摇撞骗 给她脱下来 金丝软胃甲乃皇祖父所赐 我看谁敢碰 韩王妃 你在本宫面前也敢抗旨吗 脱 侍卫立刻上前 韩王妃 得罪了 儿媳身上的软胃甲 如甲包换 剑金丝软胃甲 如皇祖父亲临 父皇向来重视礼数 母后剑金丝软胃甲不行礼也就罢了 竟然还命侍卫抢夺 而且 此事若是传到京中人尽皆知 母后又打算如何应对 韩王妃 你放肆 金丝软胃甲乃先皇之物 是否曾赏赐出去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本宫已经无法清楚记得 更无法判断 如今你忽然亮出所谓的金丝软胃甲 本宫大人要有所怀疑 万一你为了逃避惩罚 以假物是人 本宫被你蒙蔽 岂不是丢进了皇室脸面 就是皇上在此也会谨慎查验 确定无误才行 既然你声称此物是先皇的金丝软胃甲 那你就脱下来 交由本宫拿去鉴别真伪 只等谢瑶脱下金丝软胃甲 她便可命人行刑 皇祖父所赐 万不敢轻易离身 若母后要鉴别真伪 便将人请到凤仪宫来吧 谢瑶 你要干什么 你也配将母后做事 母后若不信 不如请父皇过来也好 皇祖父的东西 父皇自然能分清真假 你父皇日理万机 不必因为这点小事麻烦他 那就请母后随我去一趟御书房 只是让父皇看一眼 儿媳身上的软胃甲 应该用不了多久 韩王妃 你不要得寸进尺 母后为何气恼 儿臣也只是按照母后说的 尽快鉴别软胃甲真假而已 莫非 是因为母后不愿意见到父皇 韩王妃 母后 她竟然对您如此无礼 千万不可放过 闭嘴 既然韩王妃如此言之凿凿 今日 本宫便信你一次 凤眸之中充满了隐忍 她朝着解摇的方向 艰难地俯身 儿媳 见过父亲 瑞公主 你是在质疑母后的判断吗 孙女见过祖父 儿媳无心躲避惩罚 只是情况特殊 且母后体谅 来人 韩王妃要回韩王府 召开韩王 送韩王妃出宫 是 韩王妃 你要回去看一看韩王的情况吗 我来的时候 她还在渴 见过皇后娘娘 母妃命你来找本宫和事 奴才奉皇太妃旨意 前来请韩王妃过去一叙 等你带走吧 本宫刚好有些乏了 多谢皇后娘娘 韩王妃 请这便请 谢瑶眸光微转 想到了将军府此时的困境 如果皇后再来落井下石 无疑是雪上加霜了 请稍等片刻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母后说 她说完就朝着皇后而去 皇后冷眉挑起 谢瑶几步走到近前 看向皇后 母后 我有几句话要说 可否借一步说话 皇后面色冷沉地盯着谢瑶 片刻后才侧头看了楚瑞一眼 楚瑞警告地瞪向谢瑶 然后走到一边 你还要说什么 皇后凤眸冰冷不耐 谢瑶淡默一笑 将之前依妃给的字条拿出来 摆在皇后面前 这些人的生死 在母后的一念之间 听到这威胁的话语 皇后的凤眸之中陡然寒霜降临 打开字条看过之后 心中一惊 更是满面冰冷 你敢威胁笨公 谢瑶从哪里弄来这些信息 上面都是她身边亲人的名字 且几乎都患有要时无意的绝症 谢瑶要干什么 用给这些人治病来威胁自己 她目光怀疑地看向谢瑶 不必疑惑 我只求 日后将军府面临为难之时 母后可以伸出援手 而不是落井下石 皇后面色一沉 沉映了片刻 本宫乏了 你退下吧 是